那些外國的Youtuber 有人會說什麼 啊台灣那個治安好好 哇 我的錢包忘在麥當勞三十分鐘了 回去看竟然還在 我每次看到都想說 拜託 那是由你忘記的不是雨傘 台灣人只會偷三樣東西 雨傘衛生子安全帽 大家好 我是德索大家好 我最近很討厭就是那些外國的Youtuber 他們在講台灣的時候 會有種論調 他們非常喜歡一直稱讚台灣對不對 有的人會說什麼 啊台灣那個治安好好 哇 我的錢包忘在麥當勞三十分鐘了 回去看竟然還在 我每次看到都想說 拜託 那是由你忘記的不是雨傘 你有沒有發現嗎 台灣人只會偷三樣東西 雨傘衛生子安全帽 被抓到還有各種藉口對不對 聽到 我這是借用 我是看錯 看錯你沒有遇過嗎 我這個小白閃被一個人偷走 然後我等一下抓到他現行犯 我說先生 這是我的閃 啊 啊 不好意思啊 我看錯了 對啦 這是你的 我的是藍色這一把 怎麼可能 你不覺得嗎 白色跟藍色看起來真的是一模一樣 我說 請不要偷渡你的政治立場 不能接受啊 我跟你講 剛剛這三個裡面 偷紙巾的也是最可愛的 因為至少那是商家免費提供的 你知道嗎 你有沒有發現喔 台灣的長輩 對紙巾的那一盆 狂熱程度 不可思議啊 就他吃完那頓飯 剩菜有時候不好吃 不一定要打包 紙巾不行 不能剩 一定要帶回家 對不對 我都覺得我們不應該收服務費 我們應該收衛生紙費 然後每次都浮成五嘛 我說啊 小姐 請問您今天這個用餐還反應嗎 我哼 什麼反應 他滿載人的龜好不好 那年輕的女生也是 你們有沒有那種一群朋友出去玩 然後通常就是會有人打翻飲料 或什麼的啊 然後就說啊 我要查 我要查一下 怎麼都沒有衛生紙啊 然後就會有一個妙齡女子 從他那個不知道哪來的錢 然後很貴的精品包包裡面 拿出他可能前幾天去星巴克的紙巾 這樣 我每次看到他想說 拜託 他說 拿著 以後 情人節你不要送他玫瑰花 你這什麼五月花 他會更開心好了 聽我解釋 我並不是 再強辯說 我們年輕男性 就不會去幹這個餐廳紙巾 我們也會嘛 只是我們會整疊 放在褲子口袋 然後一起進洗衣機 直到媽媽如何說 誰有沒有剪刀口袋 我我我對不起 我的我的 請換我 謝謝謝謝 雨傘也是啊 雨傘也是啊 你有沒有發現 就是你雨傘好像 只要插在傘桶 就是你想要跟他說拜拜了 對不對 我通常是不插在那邊的 但有一次真的是 我吃飯了 我跟一個女人約會 然後那邊沒地方放 我說好吧 我就要放在傘桶裡面 然後出來 我就看到那個傘桶裡面 我的傘就不見了 我真的是氣到我直接大喊 我對著那個傘桶說 沒了 後來 沒了的 不只是那隻雨傘 我的感情也沒了 因為他不能接受我怒吼的時候看起來很像沈玉琳 很像嗎 超生氣的 而且你知道就是 台灣人用傘的這種習慣喔 那我已經沒有辦法去正視一些文學作品了 你知道1944年的時候 張愛玲寫過一句話 他說 感情像雨傘 為你遮風打雨 我說抱歉 這個已經完全過世了 好不好 2023年 素食愛情的版本會是 感情像是一隻傘 我吃一頓飯 不見了 感情像是一隻傘 先生你急需的話 去樓上買 真的我現在已經沒辦法去看那些 關於雨傘的屁育了好不好 安全帽也是啊 台灣人偷安全帽真的是 我坦白講好不好 我給我最大的寬容 我可以接受你去投 例如說小姐 你可以偷這位小姐的安全帽 沒有關係 你可以偷你後面先生的安全帽 沒有關係 這都是 你在座各位要偷誰的安全帽 我勉強接受 為什麼有人要偷 共享機車的安全帽 那個超臭 而且他們偷了都 就是甜不知恥 他會帶著他然後在大馬路上 大搖大擺的騎過去 要來這邊你會經過中山北路嘛 我每次從中山北路騎過來的時候 為什麼前面那個人 腳跨SYM投頂吳云峰過去 很愛 會不會理解 那個臭掉它 他到底怎麼 甘之如意啊 我不懂 那我 一開始還沒有摩托車的時候 我也是騎著共享機車的 然後 後來我不騎之後 因為我是WIMO的總使用戶 他就會打電話來做視調 他說 這個劉先生不好意思 我們之前 你非常喜歡使用我們的服務 所以我們想了解一下 你為什麼現在不用了呢 我都非常果斷直接跟他說 因為你們的帽子很臭 很噁 謝謝 他說 謝謝 謝謝 我知道了 謝謝 馬上掛掉 毫不狡辯 你懂嗎 就是他完全知道這是事實 我非常欣賞他這種做法 因為他身為一個行業的一哥一個龍頭 當我說他噁心的時候 他知道是真的 他就承認 他不會跳出來 開直播說 那黑人就不噁心嗎 那勾血兒怎麼說 這些都影響我很大 我怎麼辦 我不知道你們想到誰 我什麼都沒說 我個人看法是這樣 不是不能犯錯 好不好 但是今天拜託 我不管你偷走的是 雨傘 衛生紙 安全帽 還是別人的身體自主權 你已經偷了一個東西 拜託你不要再試圖去偷走這個事實 可以嗎 就對於那些很愛狡辯 不愛認錯的人 我能夠對他們說出最委婉的話就是 唉 您的個性 真的像是 我昨天忘在洗衣機的衛生紙一樣 爛透了 就到我的手 拜拜 你怎麼會做的 我一直都是為你